好 掌握一點點 這裏要在這裏 我都是看Marco和編審的意思 這個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因為其實我在網上也有很多 很多人在我的網上叫我選這個 這個叫我選Ali 那個叫我選Ceering 其實你問我就 why not bo 我問你這樣 是你的當期好不可以的 之後排到幾個遊戲 我現在只是來開8月一個劇 我8到今年尾到那個劇 我開試圖3的 我8月開 你現在有什麼準備功夫要做嗎 有啊 因為他們一直在出一些東西 就是分場所有東西 我一直在看 我早兩天 我將整個試圖行者2 看回了 如果有看試圖行者2都知道 其實我戲裡面 他假設我是阿Mo的弟弟 就回來跟他報仇 那變成我 如果你要我做阿Mo的弟弟 在戲裡面 那我 我也要看回 那這個其實 變成我自己都挺期待的 那我就報 我真的報回了試圖行者2 你把蕭回大陸登台 其實我接下來接了幾個大陸登台 但我就不知道跟誰 我接下來有一個跟一個女生的 跟TVB一個女生 但我不記得那個名字 很新的那個女生 我忘記了有沒有阿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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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就不是很擔心的 其實我自己就不是很擔心的 因為 蕭說穿口衣 穿規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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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自己就不是很擔心的 如果我真的跟阿蕭在一起 我就推他去 哈哈哈哈 不是 因為你說他有規格 純粹是你說了他有規格 我就想如果是這樣我就 我就推他去擔一擔 如果他沒有的 那就自己擔吧 我自己就不是很害怕的 因為 我收回來阿華哥那件事 其實就好像是一個個別事件來的 我感覺他是一個個別事件來的 好像說那個人 不知道有些什麼 是的 有些問題 所以我相信就不是說 有人要刻意針對 藝人去襲擊 所以我自己問我 我個人不是很擔心的 我試過回大陸登台 在一些所謂叫夜場裏面唱 那他又不是襲擊我的 不過他們真的喝到醉了 真的有些人真的喝到醉了 那我唱歌的時候 試過整個榴槤釘上來 那你有沒有重視 還沒開 所以其實都有某程度的危險 幸好我就閃到 看我這樣飛過了 因為其實中都幾傷的 其實事後知道他是喝個好醉 那個人 其實他的朋友都在說對不起 我看一看 然後我看那個人 然後我都忍不住 因為我看到他很醉 很醉